我们在佛教里面,那天我们在谈,有些东西常常会被人家误解, 假如没有解释清楚,那天有一个局势来,他讲佛教里面,讲怨离,怨离在他的观念里面,就是好像讨怨这样,有听过这两个字吗?大猪,怨离,那个是粗离, 不是怨离,翻译,翻译的不对,那个是粗离,是波罗蜜那边粗离,那个怨离呢,在巴黎文里面叫Nipita, Nipita,他的意思不是我们讨厌,是我们看到轮回生死里面,比如说我们天天拼命去赚钱,赚钱,赚钱,到最后,什么东西都带不去,看到这个事情,所以申起这个怨离,这个怨离并不是讨厌的意思, 那天有局势问,就好像我们看,大家小时候,大家都有玩这个玛萨,对吗? 小时候我们很喜欢玩这个玛萨,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玛萨了,但是我们这个年龄40多岁的,属于你有玩过玛萨吗? 没有啊,他属于比较年轻一代的,可能不懂,但是我们这个50多岁的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玩玛萨,对吗? 但是现在叫你来玩玛萨,你会玩吗? 你没有兴趣了,你知道那个是小孩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怨离呢,就好像我们对这个生死轮回里面呢,不断地去追求这个无意的感官的意乐,追求这个感官的意乐,我们看到这个感官的意乐都是无常的,不管你得到到最后都要失去, 看到这个完全没有意义了,这个叫怨离,明白吗?并不是讨厌的,好像我们看小孩子玩玛萨,我们会想我们小时候我们也很喜欢玩,但是现在我们对这个不感兴趣了,问问说,这是讨厌吗? 不是讨厌的,但是看到它,完全没有意义了,我们玩这些东西没有意义了,我们长大了,不再去玩这些东西了,好像 像某些人呢,他真正的看到,一切都是无常苦跟无我,他对这个人生的过程里面呢,不断地去求取这个无意的快乐,他觉得没有意思了,他觉得不再感兴趣了,明白吗? 所以这个怨离是这样的意思,并不是我们讨厌,讨厌的是你讨厌这个,但是你还会寻找另一个 比方像说,我们有时候呢,跟某一个人呢,比如说有些男女啊,被人家抛弃了之后呢,会痛苦一段时间 哇,对这个将来找男朋友呢,有恐惧感 但是,多几天呢,有一个男的,对他又很好了,他又忘记了 他又讲,哎,这个可能不像以前那个那样了,可能这个会很好了 但是怨离他就不是这样了,不管哪一个人来找他,他都不再感兴趣了,明白吗? 所以怨离是这样,就是我们在生死轮回里面呢,看看我们每天都在追逐这个感官的依赖 因为我们感到很兴趣嘛,就像小孩子啊,玩麻沙一样啊 每天要玩,每天要玩啊,不会觉得疲倦了 但是我们大人呢,看他们玩麻沙没有意思了 所以我们对这个,生死轮回里面,追逐这个感官的依赖不再感兴趣了 这个愿意是不再感兴趣了,明白吗? 不是讨厌的意思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要不然的话,会给人家会觉得呢,佛教很悲观 什么东西呢,都很悲观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常常给人家误解的就是知足这两个字 很多人呢,听到佛教徒常常讲知足知足 他讲,这样社会都没有进步了 假如每个人知足,社会都没有进步了 但是佛陀的,佛陀讲知足不是这样的意思 佛陀讲知足,是说做好你的责任了之后呢 你所获得的东西呢,你满足于它 就是这个叫知足 好像我们出家人呢,我们去脱钵啊 我们脱到很美好的食物呢,我们也满足于它 我们去脱钵呢,得不到食物呢 甚至是空着钵回来,我们也满足它 满足于它 即使得到的食物呢,少许呢,我们也满足于它 知足,知足 这个叫知足,明白吗 但是责任还是会做的 就好像我们讲佛教里面讲 知足呢,并不是不做好你的责任 你的责任做好了之后呢 你接受你的成果 以一个知足的心去接受你的成果 所以假如以这样来讲呢,就不是消极的了 你还是会很积极去做好你的责任 明白吗 所以佛教讲这个知足呢,并不是很消极的 什么东西都不做 好像很多人讲知足了 什么东西都不要做了 那个叫知足 那个不是佛陀所讲的知足啊 明白吗 还有另一个呢,就是那天我们也在谈的就是放下 其实很多人对这个放下也误解了 把放弃当放下 什么东西都不要做了 他讲我放下了 那个叫放弃 放弃你的责任 放下是当你的责任做了之后呢 那你要放下 好像父母亲教导孩子 父母亲有责任去教导孩子 但是孩子也有责任要做好他的责任 听从父母亲 那假如父母亲已经尽他的责任去教导孩子 孩子还是很叛逆不听话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父母亲要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内心放下 但是责任还是继续要做 明白吗 内心假如不放下的话就苦咯 所以知道放下不是放弃 放弃是放弃你的责任 什么东西都不要做了 孩子来管他去死 也不教也不导 然后这个叫放下 不是 这个叫放弃你的责任 放下是我们责任还是要做 好像佛陀教导提婆大多 当提婆大多要破坏和和身的时候 佛陀一直警告这个提婆大多 你不要这样做 你做会导致你掉到地狱里面去 但是提婆大多还是这样做 但是佛陀会不会因为提婆大多不听佛的话 佛感到苦恼吗 不会 佛陀责任做了之后就放了 心放下了 不是放弃他的责任 所以放下并不是消极 放下还是很积极的 知足也不是消极 知足还是很积极的 你的责任要做 做了之后呢 你满足于你所获得的成果 所以佛陀并不消极 不像我们一般上所误会的 因为佛法假如没有经过解释呢 很多时候都会被人家误解 认为说假如每个人知足社会就不会进步 佛陀不是这样 假如每个人尽他的责任 再做好他的工作的话 社会这样是进步的 明白吗 我们社会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发生很多不幸的事情 就是因为人家 每个人都不懂得知足 所以这个不知足呢 使到社会一直在动乱 动荡不安 你看到每个人呢 不择着手段 得到的东西一直不满足 得到的东西不满足 导致社会呢 一直在动乱 反而呢 做好我们的责任了之后呢 自足去带来社会的和平 以安宁跟繁荣 所以我们应该从这方面呢 去了解佛法 要不然的话呢 会很误解 明白吗 听得懂吗 大主 听得懂吗 要不然的话 如果说佛教叫我们放下啦 怨离啦 知足啦 不是很消极的 对于我们社会来讲 肯定不会带来繁荣 只会带来那个障碍而已 这就是错误的理解佛法 好了 接受祝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